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印邊界爭議其實已經持續了接近60年 不過現在這個爭議又再重新鬧鬧鬧起來了 今天下午傳來一個突發的消息 中印雙方在克薩米爾拉達克地區 爆發了嚴重的肢體衝突 雙方一共造成了八人拉齊 分別有五名老解和三名印軍 其實這次爆發衝突的地方 就是位於中印邊境爭議的西段 這裏在1962年的時候 已經曾經爆發過中印邊境戰爭 在戰事結束後 雙方就有一個軍旨協定 說明就算有什麼衝突 都不能夠使用軍火 而就算這次也不例外 發新社引述了一名不具名的軍官消息 就說雙方其實都沒有開火 沒有使用槍支 而是用了激烈的肢體衝突 即是說雙方無非都在扔石 或者打拳頭膠 不過這次比較激烈 結果搞出人命 我們首先看看到底印度的軍方是怎樣說的 他們發表了一篇官方聲明 說中印雙方的高級軍官舉行會晤 打算緊張緩和局勢之際 中印雙方的軍隊在邊界那裡發生了對峙 最終演變成為暴力衝突 印度方面損失了一名軍官和兩名士兵 另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 印度軍隊嚴重違反了中印雙方的共識 兩次越境進行非法活動 挑釁和攻擊中國人員 導致兩國之間發生了嚴重的人身衝突 實情到底何謂越境都有爭議性 因為始終來說 中印邊境經歷了五十多年 都未確立一個雙方都認同的邊界線 故此中國又說你印度方面越境 印度方面同樣又說你中國越境 這些爭拗其實都是口水膠 沒完沒了 另外根據《環球時報》記者黃文文 在Twitter上所說 這次衝突造成了腦解 有五人拉柴十一人受傷 故此胡錫進 即是《環球時報》的腦總 對於這件事都有所感言 他就說 中印兩國的軍人 在加勒曼河谷爆發了嚴重的肢體衝突 印方稱印軍有三人瓜柴 據老虎緊急向知情人士了解 我方都有人緣瓜柴 要在這裡對印度人說 千萬不要將中國的克制誤判為軟弱 千萬不要在中國面前傲慢自大 中國確實不想和印度衝突 但卻不怕衝突 希望印度不要忘記歷史的教訓 保持自知之明 即是說當年印度是打輸了 若果在中印邊界地區挑起更大衝突 對印度自己和對地區都不可能有任何好處 希望印度不要從中國這裡進一步的教訓 到底胡錫進的這條貼文是示威還是示弱的呢? 因為從字女行間其實可以透露出 基本上胡錫進就抱著一種想息事寧人的感覺 因為他既說到中國是保持克制 亦都說到中國是不想起衝突 這樣跟他在環球時報的社評當中 針對美國那種鷹派態度好像是判若兩人 因為他在環球時報當中 妹妹就像戰狼上身一樣 尤其是針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那種深刻批判 簡直是跟潑虎罵街沒什麼分別 但今次在中印邊境西段的衝突當中 老解有五人拉柴 但胡錫進和胡總竟然保持著一種冷靜的態度 可想而知中國官方其實跟胡錫進一樣 是保持著一種息事寧人的態度 就是不想將這種衝突 演變成為更進一步的軍事衝突 因為現在的中印邊境衝突 在過去幾十年以來 一直保持著所謂可防可控的狀態 大家就像石器時代一樣 最多都是打拳頭交 現在不知為何可能是錯手還是怎樣 因為詳情也未能夠說出來 但中國方面肯定不想在這時刻開戰 因為對中國肯定是不利的 首先來說 剛剛在朝鮮的時候才發生了 炸毀潮韓聯絡辦公室 換言之 朝鮮半島的局勢 目前仍然是非常嚴峻 都未曾明朗 如果東面又搞西面又搞的時候 分分鐘 中共就要面對著一個所謂的兩面戰 到其時 他所有的補給 防線 就會令到他綁手綁腳 這件事肯定是他不願意見到的事 故此在現在的時刻 肯定他是不想開戰 第二件事 雖然說 在中印西線邊境的樹 說中國的基礎建設 公路和橋樑 比印度方面建得比較漂亮 但始終說 那條補給線實在太長了 相反 印度方面 在去年剛好建立了一條軍民兩用的公路 這條公路就是連接到 克薩米爾地區最大的城鎮 是印度來操控的 而這條公路正正是駁通到 中印邊境西段的加勒曼河谷 和班公錯湖地區 故此印度在這百幾十公里的邊境裏 補給比較容易 此外在過去幾十年間 印度方面 對於中印邊境西段的克薩米爾地區 乃至中印邊境東段的藏南地區也好 都是囤住了幾十萬的新移民過去住 故此 在這方面 印度就有一個優勢 比起1962年的時候 況且 中印雙方其實仍然是飽受疫情的困擾 印度方面就不用說了 做檢測的數字也是比較有限 而且 應對的醫療物資也是有限的 至於中國 同樣地在北京就受到疫情的反撲 雙方到底有沒有這麼多的閒情日志 再走去在邊境那裡起衝突呢 最後來說 就是中印的邊境爭議 那個界線實在是太過長了 實情可以分為四段 西段就是今次起衝突的克薩米爾地區 主要是說 由班公錯湖至加勒曼河谷的一百幾十公里 就是雙方對峙的範圍 在西段過少少就到中段了 中國就稱之為西藏自治區的扎達縣 有爭議的地方就分為四個部分 這四個部分 中印雙方互有佔據互有勝負 再歪少少 就去到尼泊爾和不單中間那一部分 就叫做石金段 其實在2005年的時候 中國就已經放棄了 聲稱石金是一個主權國家 就承認了石金是印度的一部分 就換取印度去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 故此本來這段 就沒有什麼爭議了 但是由於不單邊界跟中國有爭議 而不單的軍事就是由印度幫手來負責 故此在2017年的時候 在不單的動浪地區 其實中印雙方的軍隊 總共對峙了七十一日 卻在雙方的軍頭 談好之後 才是互相撤軍 後來就沒有再發生事幹 去到東段那樹 中國稱之為藏南地區 印度方面稱之為阿魯納克爾邦 其實這一個地區全部都是由印度來控制 因為我們以前也有介紹過 叫做馬克馬虹 大家有興趣可以聽到那一節 這裡不說了 所以總共中印有爭議的邊界地區 就有四段那麼多 以前就說專門來到西段那樹 起軍事衝突 但是現在相比起1962年的時候 中印邊界的東段就住滿了印度人 如果你在西段那裡動手 他兩邊一起對你 那你到底在哪裡好呢? 那豈不是一樣要面對一個地區性的兩面戰 但是兩邊都住滿了印度人 兩邊都是印度的補給線是相對較短的 好了 美國方面其實就有一個研究報告出來 就是來自哈佛大學的金乃迪政府學院 他們針對中印的武力戰略發表了一篇論文 那內容怎麼說呢? 說印度在經歷了1962年中印之戰的敗職以後 其實如果現在再去有一個軍事衝突的時候 印度的勝算就是遠高於中國 那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的兵力其實就是要分散在對付俄羅斯 新疆和西藏 對付俄羅斯大家明白 新疆和西藏由於內部是不可以真空的 他也是要禁止那些人 故此這一篇報告就說 中國所能夠調動到的兵力其實是有限的 但是印度來到港 大家都知道 他有一個所謂第十四軍團 第十四軍團當中有六個女兒 而有四個女兒都是山地的精銳部隊 故此一動起來的時候 真是印度有優勢也不出奇 而且印度軍隊接連也有軍事任務 因為克什米爾地區不僅是中印之間有衝突 印巴之間也有衝突 故此他持續處於活躍的狀態 真是實戰有經驗 但是老解來說 自從三十年前的中越戰爭以後 就沒有再打過一場對外戰爭了 故此的實力當然是有待考驗 有待來證實 故此如果你問我 中印這個邊境會不會發生軍事衝突 我的判斷就是告訴你不會的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